大家好,据说在端午节这天,安康鱼鱼肉鱼肝肥硕肥美,是最好的食用季节,因此有了端午安康这一说法。 此时此刻,粽子表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最后,我与这条神秘的黄安康住在那里。 在沙滩下,发现了一条隔浅的鱼,这种鱼叫安康鱼。 你看,它的嘴巴大不大,我的妈嘞,奇丑无比。 可是它的肉质是特别好吃的,特别的细腾,有老铁吃过的没有? 吃过的咱评论在下方,喜欢赶海的咱加关注。 谢谢大家。 在沙滩上发现一条鱼,哇塞,这条鱼咋这么大呢,咱们把它夹出来看一看,到底是啥鱼,哇塞,好大呀,这条鱼怎么这么大,张着大口的毛蛤蜊呀,哇塞,这个咱们也带回去,炒小辣椒两个,收了它,一只正要淘宝的皮皮虾呀,这个咱们也带回去,别跑了,跟我回家,哇塞,这个腰功不错呀,收,看见没,看见没,这里一个握插的缩子线,露两个小眼睛,哇塞,这个咱们得抓着它,给它穿上红色战袍, 好肥呀,收,这里呀,发现个红色的小贝壳呀,真是漂亮,送给爱点双鸡的你们,收了它,哇,这里呀,发现个带毛的大清口贝呀,哇塞,这它长了毛呢,这个咱们收了它,回去清正一下, 小辣椒不是给爱棒的吗?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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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走啦 在这游来游去的 这是个鱼 给它放回大海吧 太可爱了 游吗 太好也是我 放了吧 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看的小鱼 不好意思 别动它 跟个班子一样 走吧 回去吧 这两天海边大风大浪 还下着大雨 雨停过后我来到海边 发现了这个庞然大雾 应该说是百年难得一见 远看我以为见到了哥斯拉了 走近一看它是个娃娃鱼 这种鱼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它的叫声像极了小孩的哭声 一会儿再给它放声大海吧 拨点水看看它还有没有救 意外发现了一块石头 要不要捡回家呢 评论里告诉我 大海的沙滩上总会是遗留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那和我没有关系 这条鱼是我自己从市场上买的 我感觉这条鱼特别奇怪 还带着两条腿 感觉我诚实的 可不可以给我个小红星 每天带你们直播赶海哦 回去就需要佳 空 carts 虚定的 哈哈 配颈 прот连 两条鱼 小 Ass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我我我我好大的一条鱼啊 我这是一条魔鬼鱼啊 那这种鱼呢是一种品堂高手 他握杀的图度上特别坏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海边见到这么大的魔鬼鱼 那兄弟们能不能给个双鸡呢 天一来到沙滩上就发现条大鱼 露了个头在外面好在冲我微笑 这怎么进去的咱也不知道 稍等一下我给他拽出来 有的老且一进来又习惯性的留下一个双鸡 老且还没有看完就离开了 没给双鸡的美丽善良帅气大胖的小哥哥小姐姐能不能给我关注 关注我看我带你赶海直播 这落潮的沙滩是什么都有啊 这种鱼的尾巴特别好看 叫凤尾鱼啊 也非常好吃啊 啊 有的时候我都把它当鞋垫用啊 现在的小哥哥小姐姐啊嗯 好啊 你看 他们也就好爱啊 不敢动 哎呀 哇 你看你看你这这也动点 可丑了这个 可丑了 对呀 嘿嘿嘿 还有人吗 看他嘴呀 他没有牙齿 如果你来到沙滩发现这样的小黑点衣服要给他搓过啊 还有可能底下啊 去你藏一个庞然大物啊 我的天哪 首先在抓住他的尾巴 然后慢慢的给他捞出来 好像是一个庞然大物的老板鱼啊 嘿嘿 第一次见这么大了 庞然大物的哥哥几天能不能给你老弟啊 留下一个免费的小核心呢 其实 反正核心是免费的 你能不能给一个呢 喜欢大海的记得加上一个小关 今天在沙滩上发现了这么一条鱼啊 形态酷似像龙啊 浑身通红 老渔民说呢 看到这种鱼都会有好运气 咱不管是真是假 进来的哥姐们给个赞 希望能把这份好运都带回家 带给你们 祝大家 河家他团圆 万事如沙滩上发现没露出来这个鱼头 这走进一看啊 原来是条电万鱼啊 这夹了人还没夹动 咱把它拽出来吧 有老铁进来啊 看到这么大的电万鱼 随手点了小红星 速度就是那个快 爱点双击的你 永远那么的帅 那么大家好 河边沙滩发现一条鱼看到没有 在这晒太阳 已经很多人说这条鱼已经晒死了啊 但是这条鱼没有死 如果你不相信咱们把它拿到水里面啊 咱们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啊 来 咱们数个321啊 看一下321 喂喂喂喂喂喂喂 海里的风也大浪也大 导致一些海洋生物都可以在沙滩上 这不老远的看见一个大家伙没在沙子里面 咱把它挖出来啊 有老体啊 还没看完 习惯性就给你双击了双击关注我看我 很多人问我呀 这绿色的是海苔吗 我告诉你啊 这个呢 叫海菠菜 不能使用 诶 这个是个啥呀 这是大破解鲜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收了 大海里的垃圾呀 必须给你带走 诶 这是个啥呀 好漂亮 送给减亮小红星的小伙伴 哈哈哈哈 这是个啥 嗯 大海葵 我哒 嗯 哈哈 原来是个饼子 哈哈哈 不要 这个呢 是 长臂写啊 有的人啊 一进来觉得赶海挺好玩的 随手啊 全加了关注 来看我带你美前赶海直播了 哇 春王 不是春王 小冲子 收了他 的时候啊 在海边发现了这么一条鱼 听了一辈渔民说啊 它的名字叫花斑老鼠鱼啊 生活在深海的一种 皮也特别的厚 像牛皮一样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嘿嘿 听了老铁 手机有电的话 别忘给双鸡 在海边发现一条骨头鱼 我的个妈咧 你仔细处处 还真像一条大狼狗的头啊 听说它的牙齿很锋利 能咬断钢丝啊 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的话 请留下个双鸡 朋友们 今天在海边发现一种这样的鱼 非常少见啊 身上找了两个大疙瘩 我的个妈咧 这个笑声有点假 我猜这条鱼应该是个母的哈 咱们把它给放生啊 接来的小哥哥们 第一次见到这么稀奇古怪的鱼啊 能不能给个赞 加关注呢 今天在海滩无意中发现一条 不知名的鱼 拿到村里面 村里面的老一辈渔民说 这叫鸳鸯鱼 象征着完美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 并且已经拥有了完美爱情 或者 正在寻找完美爱情的路上 麻烦点点个红星 祝你们百年好和 白头到老 喜欢加关注看我直播 钓鱼的名字叫生气鱼啊 别看他非常可爱 他生气气来肚子是非常大的 为了拍他 我在沙滩上跑了一中午 连中午饭都没吃 如果你用的是老人机 能否给点亮一个小红星加以关注看我下午干海 老人 infrastructure的中午干红星加以关注看我下午滴 老人们多坐下午干杯 老人们的词字幕 店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